成大学生在校园附近娱乐街 导讯不见了单车来到巷弄内 突然一名带着眼镜男子 跑过来指着学生破口大骂 带眼镜男子一来就要学生叫父母叫警察 原来这名男子是附近的鸡排店老板 双方因为学生在店门口停车起了冲突 学生质疑店门前马路是公共空间 为何不能停车 后续警方到场 学生不满被老板出言辱骂 见识提高 老板就问警察说 那我是可不可以停 警察就马上当场跟他讲说 我是可以停的 那警察就跟老板讲说 现在那个学生要对你提出公然辱 跟毁损的告诉 那他当下就是真的太夸张 他真的骂我超级都脏话 不管是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这件事情吧 回到事发的鸡排店 业者关门没做生意 根据了解这名城大学生 租屋的公寓就在鸡排店隔壁 6月11号当天 他把车停在店门口旁的马路 指控老板对他表骂脏话 还把他的车子丢到巷子的杂物堆 到了晚上车子又被车所缠死后轮 录影存证提高对方毁损诽谤 要争取公道 东西新闻在台南报道 对方的车子又被车停在台南报道